赢珠 赢珠 我的赢珠 你在哪儿啊 潘大人 潘大人 老爷 王后 陛下下 快起来快起来 王后何故如此悲伤啊 陛下 家父病危 迎出请旨出宫 什么时候的事 陛下 是昨天夜里的事情 昨天夜里 怎么没有人向顾禀报啊 求陛下 火速下旨 让臣妾出宫 别再追究其他 好 快去 快去 娘娘我们走 怎么昨日没人向顾禀报 奴才该死 一群废物 amos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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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不孝账 爹 老爷 爹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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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啊 韩大人的后事我都安排好了 多谢后宁 韩大人在年终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他把礼在宫中受了你去 你还好吗 陛下他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其他的人啊 都不好 好什么 生死关头 人都不让我们见最后一面 娘娘 你是王后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住口 宫里何曾有人欺负我 怎么没有了 太后不喜欢我们就算了 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太监 都要欺负我们 哪个宁啊 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见陛下 所以 害得我们 连老爷最后一面 都没有剑上 云儿住口 小姐 我们为什么要进宫 进宫有什么好 太监宇安 侍奉太后的贴身太监 太监宇安 一个小太监 可不要小瞧这个太监 她是太后身边最提起的人 过仗过世了 什么时候 左翼 那盈主 岂不是 连国长的最后一面 都没见着吗 是 为什么不想顾禀报 臣飞马回宫起奏 可是 无奈昨日 守城将却提早闭门 守城将 为何昨日 提早闭门呢 臣看到 王公公当时在场 传王尽忠 陛下 为何昨日 守城将会提早闭门 守城将会提早闭门 是太后一旨 太后命老奴提早闭门 下去吧 诺 是故对不起你啊 颖主 顾对不起国长啊 是故害你们 连最后一面都未见着 母后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走 不要 这人都未见不在于 最后一身也是 居至今 准备指令的 那羊都未见了 一天都未见过 但这个心也不见过 看起来 不见过 她不见过 就让你这时候 尽住头 顾对不起你 陛下 陛下 陛下乃是一国之君 你这样会折煞家父的 顾对不起你 顾昨日在永安宫 真的是毫不知情 所以 陛下不必自责 嬴柱 这就是命吧 顾怎么做才能补偿你 陛下不用补偿 你补偿得越多 臣妾的麻烦就越多 陛下 求陛下恩准嬴柱 等爹爹下葬后再回宫 临终时没能守在身旁 已经是不孝 求陛下让臣妾陪爹爹 最后一程 起来 好 你就安心在这里 为国障首领 有任何需要 顾都一定替你搬到 谢陛下 如若需要 臣妾定当告知陛下 太后 陛下这次一定不会发过奴才的 太后 你得替奴才做主啊 哀家只是想教训教训那个韩英珠 谁料韩安竟然死了 哎呀 这事可闹大了 哀家怕是保不住你了 你就看在奴才 对你出心坑坑的份上 你就救奴才一命吧 太后 那这样吧 你即刻出宫 就当是去替哀家 置办些腌制水粉 等风头过了 你再回来 谢太后 谢太后 帝下驾临永安宫 大夫 从旁门走 诺 宁安呢 这么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脱 母后可知国障过世了 哀家也是刚刚才知道 就是宁安那个奴才 假传圣旨 阻挡王后奉驾 知事故不知国障病危 所以王后都没有见到 国障最后一面 母后还要剥备她 看你说了 又这么严重 王后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何连见国障最后一面 母后都要为难 将心比心 若有朝一日母后身体有恙 孩儿想前来探望 也被人阻止的话 您会做何感想 你 母后 自幼孩儿便敬重您 因您为荣 但这次您让孩儿很失望 来 吃饭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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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凶吗 让开 好远 告我某才宁安 烟水粉 来 您看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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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开 你在这里私自摆摊 交过地培税赋吗 咱家这是好心帮你 将这一车祸充工 运回宫里去给太后享用 这对你是天大的恩宠 你还敢跟咱家要钱 这口开不得玩笑啊 公公 全家都只是这个吃饭哪 谁跟你开玩笑了 来呀 走 全都带走 诺 公公开安 我家所有家当 都投这车祸上了 你要是搬走的话 我全家就得饿死啊 你混账 运回宫里给太后享用的东西 你也敢阻拦 不是 你信不信 公公 咱家现在就让都尉府来查你 治一个忤逆之罪 公公 我求你了 你就给我条活路吧 公公 来呀 全都搬走 谁都不许搬 给我揍他 诺 岂有死 凌风 凌风 别打 够够住手 光天化日 天子脚下 你竟敢行凶伤人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凌公子 我可是出来给太后办事的 你可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要多管闲事 是不是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好 好 回来 你个大胆的独裁 太后让你出来办事 你假借太后的旗号鱼肉百姓 强取豪夺 你简直就是给太后脸上抹黑 今天我要不替太后好好地教训你 我枉为大魏王室的子孙 侯爷 奴才这不是给太后出来采完物件吗 你看他这个人 太后让你出来买东西不给钱了吗 我 还不跪下 你跪下 跪下 你个狗奴才 今天我就替太后好好教训你 掌嘴 诺 侯爷 奴才可是太后身边的天使侍从 你可不能 我可不能轻饶了你 给我打 这 侯 侯爷 别的呀 侯爷别再打了 别再打了 饶命啊侯爷 过来 给这位货郎赔礼道歉 叫你过去呢 跪下 我 这位兄弟 我知道错了 你你原谅我 侯爷 我 没女事了 你走吧 多谢侯爷 哎呀 宁安 今日我若不是看在太后和陛下的面子上 我绝对不轻饶你 下次我再看见你鱼肉百姓 我一定会让你人头落定 滚 侯爷 奴才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谢谢侯爷 侯爷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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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后 这哪是打奴才的脸哪 这明明是打太后您哪 太后 有家侯说 就是因为奴才 奴才是您的人 他才多赏了奴才几下呢 太后 太后 你要给奴才做主啊 反了 反了 大胆重豪 竟敢当街殴打哀家的人 分明就没把哀家放在眼里 永家侯 他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啊 来人 穿举 太后 一旨 永家侯众豪 目无君上 当街殴打尽势 忤逆太后 罪无可恕 念其本为大魏王氏 不予深究 永家侯众豪 着闭门自私其过 罚奉一年 众豪 接旨 臣接旨 谢太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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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用些水果吧 脑总 给我吧 好 你就不该一时一气 去碰那个宁安 我堂堂永家侯 还不能惩治一个奴才吗 有时候在他们的眼里 你可能连一个奴才都不如 你说什么 你不懂得趋炎附势 更不会溜须拍马 而你又是王位最大的威胁者 你觉得在太后的眼里 你会比得过那个 很听话的宁安吗 你说得对 在他们眼里 我连一个奴才都不如 所以 你现在要养精蓄锐 待时机成熟 你成为天下之主 让其他人都成为你的奴才 你说得对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娘 明天老爷就要下葬了 您早点歇息吧 你为何叹气啊 娘娘 我听凌风说 侯爷 侯爷被太后训斥了 为什么 说是因为她惩治了宁安 宁安就到太后面前搬弄是非 太后不问青红皂白 就训斥了侯爷 娘娘 其实我觉得侯爷是为了给你出气 才去教训宁安的 你们就不该告诉她 不然的话 她也就不会被太后训斥了 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什么事啊 我觉得侯爷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喜欢侯爷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喜欢搏剑 今天是国杖的葬礼是吧 正是 去备车 咕要亲自去祭奠国杖 遵旨 陛下 陛下 有紧急政务奏报啊 大司徒 有什么事情改日再说 咕要去祭奠国杖大人 陛下 此事十万火急 必须陛下圣财 什么事 陛下 美人官守将呼风奏报 白嫡使团已经抵达美人官 他们说陛下已经准许他们 就通商忽视之事进京和谈 臣 奏请陛下 此事该如何处置 陛下 白嫡使团到今是国之大事 我们务必做好充分的接待准备 既不能有损我国威仪 又要防止他们滋事 所以 事无巨细 必须陛下财夺 此事二位请假着办就好了 陛下 启用何等礼仪规格 接待仪式等等 臣等不敢读断 还请陛下圣财啊 太夫 你去告知王后 就说姑要商议国事 所以国障的葬礼 姑无法前往了 遵旨 你来说 还不想得了 你来说 你去禅导 那儿 你要去挟 我去祝福 你去帅哥 你去帅哥 那儿 在在太友谋 那儿 去吧 娘娘 韩大人 你安心吗 你嘱吐我的事 我一定替你办到 行 驾 驾 侯爷 太夫 娘娘 陛下国事繁忙 恐怕不能前来祭拜韩大人 所以派前贤 来为韩大人上出香 希望娘娘能够理解 我明白 国事要紧 愿意 娘娘 心爱顺便 如今太后视你们眼中钉 你在宫里的日子不好过吧 慢慢来吧 人心都是肉长的 只要我以诚相待 时日久了 相信太后会接纳我的 但愿吧 以后你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 只要是你的事 我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好好爱紫燕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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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主 是陛下 宁主 孤本已准备出宫 偏偏遇到大司徒灵斩 说是白嫡使团要来京 孤忙于商议 接待使团之事 所以未能去祭奠国障 望你不要怪骨 陛下能有这份心 臣妾已经感激不尽 一切顺利吗 国长走得可好 诸事皆由永家侯操办 父亲走得很安向 众豪办事 姑舅是放心 对了 众豪很久 不曾来宫里了 他是不是还在怪骨 不会的 陛下 他有他的难言之意 有什么难言之意 众豪不让臣妾说 陛下就不要问了 好吧 姑就不问了 宁主 你的气色不太好 姑陪你到御花园走走 陛下 臣妾有仲孝在身 万一在御花园冲撞了母后 可不起力啊 你处处都为他人着想 何时才为你自己着想了 臣妾能有陛下想着就够了 这次的事是姑愧对于你 以后姑会加倍地疼爱你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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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给你 临护卫好剑法 陛下才是真正的神剑 这些天为何不见永家侯入宫请安 这 这边说话 这个司令风竟敢直开杂架 令护卫现在可以讲了 陛下 侯爷也被太后训斥 在家闭门思过呢 母后为何要训斥中昊 因为宁安 宁安 仔细说嘞 那日 宁安仗着陛下和太后的恩宠 在外作为作福 鱼肉百姓 侯爷为了维护大卫王室的威严 惩治了宁安 宁安心中不服 就到太后面前搬弄是非 太后不查究竟 就下旨训斥了侯爷 应该不光是这个原因吧 侯爷也是为了给王后出口恶气 关王后什么事 那个宁安 知道太后不喜欢王后 就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处处陷害王后 侯爷实在看不过眼 才借机惩治了她 你说宁安陷害王后 可有证据 陛下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把月儿叫来对治 凌虎爷 凌虎尉 再跟姑比一件 诺 你说的都是真的 陛下 月儿不敢欺瞒陛下 那日娘娘 在永安宫外罚柜 那棉被 就是宁安捧出来的 还有 我家老爷病危 娘娘一夜七次 去永安宫外请旨 每次都苦苦哀求宁安 希望她能代为传话 可是不管怎么求她 她就是不理 而且 她对娘娘 还十分不尊 只是娘娘心胸宽阔 从来都不跟宁安计较 果真如此 宁安 你个狗奴才 我会好好惩治你的 参见母后 不知母后传儿臣前来 有何旨意 陛下 是不是还在生母后的气啊 儿臣不敢 伯剑过来 伯剑过来 这眼看就要到中秋节了 按照规矩中秋佳节 太后要赐各公娘娘们 朱翠首饰 以平天喜气 所以这两天 哀家便明宁安出宫去采办 陛下看 这可都是上品哪 宁安哪 你可真会办事 儿臣看看 果然很不错 来 陛下 你看 这个翡翠项链 耳环 还有手镯 都是哀家特意挑选出来 赏给你那位王后的 赏给王后 终归是你喜欢的人 哀家再反对也没有用 前些日子国账离世 哀家也没有任何表示 所以借着中秋赏月 来缓解哀家和王后的关系 希望她不要记恨哀家呀 不会的 银竹心胸宽阔 断不会记恨母后 收到母后的赏赐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那这样就好 快点派人们送过去吧 好啊 宁安 奴她在 你亲自把太后 挑选的这些首饰 给王后送去吧 遵旨 谢谢母后了 嗯 你们要当心啊 诺 拿给哀家看 你看 这个地方要轻轻擦拭 诺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月儿姑娘 太后有赏赐给韩王后 烦请您通报一声 宁安公公 怎么让您亲自来了 给我吧 我去请王后奉驾 娘娘 太后有赏赐 王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公公免礼 你 刚刚听闻月儿禀报 说母后有赏赐给本公是吗 是的 每逢着中秋佳节啊 太后都会有赏赐 给各宫的娘娘们 这个便是太后亲自为您挑选的 娘娘 好 宁安公公 烦劳公公回禀 臣妾多谢母后赏赐 王后喜欢就好 那 咱家就先告退了 这个狗奴才 真是越来越无理了 连奴才都不知道说 好了 真奇怪 母后居然有赏赐给我 太难得了 我看啊 太后她是心虚 还不都是 太后她伴助陛下 才害得娘娘 没有见到老爷最后一面 所以她才会 住口芸儿 以后不许再这样胡说八道 本来就是 太后 太后 这尊主 要是 我 你说 再说 心虚 好 小气 是 genius 我 小气 让姑将她转送给你了 陛下 奴才何等何能 岂能接受如此封赏啊 拿着吧 谢陛下 你是太后的贴身侍从 以后在太后面前 多说说王后的好话 明白了吗 好 奴才明白了 不要辜负了姑和王后的 一片心意啊 诺 谢陛下 谢陛下 连陛下办事 都得送礼 这年月 不送点礼 那是办不成事的 王后啊 哀家赐了你三件首饰 为何只见你带了两件呢 哦 三件 母后 可是臣妾 只收到了两件呢 哈 胡说 不一定会儿 三件首饰 有项链 耳环 还有一个手镯 都是相配的 那日陛下在也都看到了 为何到了你手里 就变成两件了 母后 臣妾不敢说谎 确实只有两件 只有这项链 还有一副耳环 那还有一只手镯呢 翡翠手镯去哪儿了 太后 太后荣禀 那翡翠手镯在奴才手里 可是 那是陛下和娘娘 赏给奴才的呀 宁安公公 本宫何时赏过东西给你啊 你交给本宫之时 就只有这两件首饰而已呀 不不不 王后 天地良心 奴才送过去的就是三件 是您 您赏给奴才的呀 本宫没有啊 玉儿 到底是几件呀 灰娘娘 那天 宁安公公拿过来的首饰 确实是两件 没有错啊 她说谎 她 她胡说 奴才送过去的时候 明明是三件 那 那天在回廊碰到陛下 陛下 说是娘娘赏给奴才的 太后明鉴 这 陛下您要替奴才作证啊 陛下 这个奴才说手镯是王后让陛下赏给她的 可有此事 绝无此事 陛下 大胆奴才 哀家赏给王后的东西 你竟然敢私吞 太后 奴才 奴才冤枉啊 你这个中饱私囊的奴才 留你何用啊 太后 饶命啊 太后 陛下 饶命啊 陛下 你这个大胆奴才 依仗太后对你的宠幸 竟然敢中饱私囊 巧取豪夺 连太后赏给王后的首饰也敢私吞 孤今若不办你 岂不是要被宫中之人所耻笑吗 来人 陛下 母后 今日是中秋佳节 大喜的日子不亦杀戮 还请陛下可以从轻发落宁安公公 谢王后 谢王后 既然王后为你求情了 今日就免你死罪 拉下去 给我重打三十大半 罚入下三所作苦功 来人 在 拿下 喏 我 你还让你去 这 可 你快要帮我 你的名字 让你承认 那你 你担心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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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母后 挤奏陛下 永家侯到了 好 快去 诺 阿弥陀佛 臣叩见陛下 为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不知陛下召见微臣有何差遣 王弟啊 没什么差遣 只是王弟许久不曾进宫 是否还在怪姑啊 您是君王 又是兄长 臣有什么资格怪您 您是打算以后都用这种语气 跟姑说话吗 那臣该用什么语气跟您说话 陛下责怪的是 陛下希望臣用什么语气 请陛下明示 微臣愚钝 算了 你若无心 姑也不能强求 臣该死 姑知道你还在怪姑 日后姑会尽量补偿你的 但是营珠是姑的最爱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给你的 知道吗 陛下已经是胜利者了 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姑听说 你被母后训斥了 臣无动 热太后生气了 这件事姑查过了 这件事姑查过了 所以略失了小计 惩罚了宁案 姑知道你受了委屈 来人 在 赏 永家侯 黄金五十两 玉璧二十双 翡翠珍珠佩剑 各十卦 诺 是 微臣谢陛下恩赏 众好 姑知道你很恨 但无论如何 姑得当你是王弟 不许 不许莫言公 不许偷懒 谁偷懒 我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快走 走 跪下 两位大人 这是谁啊 太后身边的红人宁安公 得罪谁不好 去得罪陛下 打了个稀来 押到下厕所来了 得了 您呢 把人交给我 我呀 好好地伺候伺候您公公 公公 求求您 罗杰以后就是您的奴才 你想诈见奴才 干什么都行 千万别打了 挺会来事啊 怪不得太后这么喜欢你 不过我告诉你啊 老子最恨的就是 你们这些会拍 马屁的 老子又是会拍马屁 老子怎么会到这儿来谋差事啊 你给我少废话 赶紧给我干活去 要是偷懒的话 我打断你的腿 起来 赶紧哪你 起来 滚 快去 都不许莫言共儿 不准偷懒 我看你们这一个个呢 都莫败力点 跟着动作 干什么呀你 吹死我 够东西你 哥哥别打了 奴才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哪哪哪哪 来 滚 滚滚滚滚滚滚滚 滚远点 老子一看见你就 清烦 滚 够奴才 看什么看 快点 快点 干净呢 你等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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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干吗 好 哥哥 哥哥 救我 你慢点 你把咱家当石头了 哥哥 你救救主席我 主席主席 他们 他们不放我当人呀 主哥哥 你瞧你这么个脏东西 你看见个阿渣样 真臭 娘呢 在人家眼里 早就不把你当人看过 既然不是人 你何必把自己太当回事呢 你说说你 好端端的 你跟韩王后叫什么劲子 连傻子都知道 陛下疼爱韩王后 你说你 太后能为你这个脏东西 去得罪陛下吗 不不不 不是女养主席 是整韩王后了吗 这狗东西 到现在还想咬人哪 说到了啊 还都是因为你自己 咱家是看着心疼啊 越看越心疼 走了 不然咱家要掉泪了 泪着吧 去 走啊 那那边啥去啊 好的 公公 好啊 你 合伙算起我一个人 不见 还有赢朱 还有黄金朱 你们等着 好似我有朝一日 就是机会 不像你们没有喝过的痴 在看什么呢 今日陛下找我进宫 陛下赏了我这些东西 我让兰恩分成几份 送给以后我们用得上的人 你多挑一些上好的礼品 送给岳父大人 让他分发下去 用一笼拨人心 仲昊 你终于开窍了 因为你说得对 什么首族 什么王帝 都是妄谈 只有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就像你说的 我在他们眼里 连个奴才都不认 宁安啊 他的下场也真是惨啊 那是因为他得罪了陛下 陛下设的圈套 让他往里跳 你们仔细想想 如若不是陛下 谁能动得了宁安呢 王权的确是至高无上的 谁若动了他 那就是万劫不复 我听说 近日白嫡使节可能就要进京了 怎么了 白嫡使节此行的目的是通商户事 到时候 伯剑一定会征求你们这些文武大臣的意见 那你的意思 我应该如何进言 白嫡使节通商户事的想法若是达成 然后边关就会趋于平静 若薄剑的威信大增 那么王位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搅乱白嫡通商户事的请求 对 到时候边关必定狼烟四起 我父亲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我们的大忌 才能继续推进 我知道了 兰啊 我做派人把这些分配好的礼物送到 美人关的将军府 京师的都尉府 和御林军的都童府 还有司徒大人大礼 诺 大司徒灵斩 他一向清理 他会收礼吗 旁人的礼他是不会收的 不过我送的他一定会收 因为在他看来 我不会求他办什么事 如若有了司徒大人的相助 我们就又多了一份胜算 宁儿 整治宁安一事 是陛下和你合谋的吧 什么合谋啊 我不知道啊 你真当我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宁安或许真的是胆大包天 但是盗取玉拙这种事 他是不敢的 娘娘 反正他是个大坏蛋 而且 我也只是 负命行事啊 月儿 我不希望你参与到宫廷的争夺中 我们洁身自好就可以了 不要被人害 也莫要去害人 知道了吗 好了好了啊 月儿知道了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王公公免礼 皇后娘娘 如今长得是越来越好看哪 是吗 是啊 娘娘 老奴刚从太后那儿过来 太后已经知道了 很多事情都是宁安 她从中挑拨离间 所以现在太后啊 对娘娘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太后说呀 要是娘娘和陛下 能够早点生个王子 那该多好啊 大魏就有继承人了 王公公 不是有王长子书竭了吗 书竭 他不是嫡初啊 凭着现在 陛下对娘娘的宠爱 一旦生了王子 那就是世子啊 那大魏就有了继承人 可以千秋万代继承大统啊 王公公 您可真会说话呀 娘娘 月儿 走吧 我们再到那边去走走吧 是 娘娘 我们走吧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臣妻今日在御花园碰到王公公了 哦 她说什么了 她能说什么 自从陛下惩治了宁安 宫里上下 对臣妾都多了几分敬重 那还不好吗 陛下 陛下威仪固然上下臣服 但是表面顺服还是内心顺服 是看不出来的 有人虽然屡见刺耳之眼 但却忠心耿耿 有人虽然貌似温和 实则狡诈多端 臣妾希望陛下 亲贤臣缘小人 那王敬忠之流 陛下还是莫要太亲近才好 宁珠啊 王敬忠自小侍奉姑 姑一直以来 对她与亚福相称 其实 姑也知道这个人 恶习不少 喜欢奉承 但是 她如今 你是年纪一大把了 所以 有些事情呢 姑就装作糊涂 没与她计较 不过 既然是王后提醒姑的事 姑会记在心上 陛下 您能这么说 臣妾欣慰 诺 刘云珠啊 韩英珠啊 韩英珠啊 韩英珠 咱家对你这么百般示好 你怎么就不为所动啊 看起来啊 还是陛下心疼我啊 不然的话 就败在他的手里了 看来我必须得想个法子 在朝中 重新树立我的威信和地位 不然的话 一旦被陛下所疏远 我王静忠 一切 就完了 卫王陛下有旨 宣百敌使节上殿 百敌使臣代表伟大的可汗 叩见大魏国君 愿卫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请百敌使臣平身 卫王陛下 这是我们可汗给陛下的国书 郡主一路舟车劳顿 姑且先安排众士臣及苏亚郡主 先到驿馆稍作休息 今晚在太极宫宴请百敌使团 而后 郭慧与众位爱卿 就贵国国书中所提之事 详家商谈 之后再召会郡主 谢卫王陛下 苏亚 苏亚 苏亚亚 百敌的姑娘们 都像你这么热情吗 卫国的男人 都像你这么绝情吗 你立了王后 是啊 你怎么才从兵官回来 就立了王后了 那个人是谁 你也认识她 在美人官的时候你见过 就是那位 你舍身替她挡刀的姑娘 对 就是她 韩英珠 算了 我没有福气 既然你已娶亲 那我就只好死了这条心 苏亚 那我们就做兄妹吧 好啊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做兄妹 嗯 我们白敌的姑娘 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真是性情直爽 陛下 好 苏亚 影珠姐姐 苏亚 今天晚上太极宫设宴 顾会带王后一同前来 那我不是得到上宾的礼遇吗 苏亚在这里 先谢过了 你这次为两国带来了和平 应该是我们谢你才对 对啊 卫王 我希望这次通商户事可以促成 这样 两国兵官的百姓 就可以永远免除刀兵 休养生息了 你放心 为了名声 我一定尽力与众臣们 商讨这件事 苏亚 姐姐陪你逛逛御花园吧 好啊 郡主请 陛下 白嫡所提出的要求 朝贡恩赏 霸兵修好 这些都可以答应 唯独通商户事这一条 这位大臣都持反对之意 会说 陛下 那白嫡狼子野心 久有吞并我大魏之意 一旦应允户事 今日来一百 我们接纳一百 明日来一千 接纳一千 那些人一旦扎根 便不愿离去 日久成多 且鱼龙混杂 难免惹事生非 辩官军民又肃与白嫡为仇 一旦升起事端便不可估计 辩官局面难以掌控啊 陛下 那年有大批的白嫡商民到我边境护士 一切接洽费 全由大魏承担 而且我们大魏还得拿出大笔的钱来 供养白嫡的商队 这太不合算了吧 可是 姑在美人关的时候 已经答应了白嫡郡主苏亚 允许他们和大魏通商忽事 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陛下 您答应了 您什么时候答应的 陛下是口头答应的 还是立有什么文书 姑是口头答应的 那口头上说的可以不算吗 不行 答应就得算 均无戏言 陛下 既然是口头答应 为了边关安全 陛下实言一次 那白嫡又能如何呀 再说 我们大魏有祖训 是不与白嫡通商苟合 陛下不能因为几句承诺 而违背大魏祖训罢 祖训有这一条吗 陛下 是有这一条 当年我大魏文王 曾经被白嫡可汗 矛盾击败 忍辱求和 签下了屈辱之约 对 后来我大魏文王 历经图治 终于击败了矛盾 袭刷了耻辱 从此以后 我大魏王室 就定下了一条规矩 誓不以白嫡通商苟合 正好 陛下 你的意见呢 既然祖训有云 还请陛下遵循祖训 你们怎么个个如此 全部都反对通商呢 诸位爱卿 此一时彼一时 当年祖先 与白嫡连年征战 民不聊生 只是到了父王那一带 才趋险和平 姑只是希望边陲安定 百姓休养 和白嫡通商 就能保两国和平 这祖训也是人定的 姑身为魏王 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 姑认为这样不为过呀 陛下 您若要以王权更改祖训 臣等自然是无法阻拦 但是 请您在更改祖训前 先将微臣从大魏王室 除名 您说什么 请陛下将臣等 一并隔除官知 陛下一并隔除 你们 你们这算是 大司徒 太傅 平时 尽管 这么多 总是 干臣 你不得了 三爺 不得了 你不得了 众豪 前协 你们两个留下 诺 众豪 你今天怎么回事 在美人关时 你是立主和白嫡通商修好的 今天何故跟元老大臣一起 想顾施加压力 陛下 微臣之前不知道祖训有云 不能与白嫡修好 现在知道了 微臣身为大魏王氏子孙 自然是要遵循祖训了 退下 还有回旋吗 陛下 平日商议国事 大臣们都各疏己见 各有看法 偏偏此事 是大臣们 众口疑辞 大魏 与白嫡 是带仇恨 恐怕此事 难有回旋的余地 让姑怎么去跟苏亚交代 此事 只能先拖一拖 陛下 可厚待白嫡使团 让他们尽可能地 在京师过得舒适 采办货物 苏亚郡主 本来就对陛下有好感 陛下可慢慢规劝 请他回去后 跟白嫡可汗好言相劝 希望 白嫡可汗可以谅解 我又如此了 你下去吧 臣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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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还在为不能通商户事之事 忧心烦恼啊 姑答应过苏亚 可如今 姑朕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其实能通商户事 对边关百姓来说 未尝不是件好事 说得是啊 可偏偏那帮顽固的大臣 就是不同意 现在连仲豪也站在他们那边 来反对姑 臣妾以为此事 陛下有些操之过急 大魏与白嫡是多年的侍仇 可不是凭一己之力 就能轻易化解的 不如让苏亚 先回去劝劝白嫡可汗 一年之内不要再动刀兵 使两国边关和平 百姓安稳生活 过个一年半载以后 再派使团前来商议此事 到那时 元老大臣也就再无理由 反对通商一事了 王后 言之有理 经你这么一说 姑就能够对苏亚有所交代了 宁主啊 你真是顾得先后 不要烦心了 那儿 哪儿 哪儿 那儿 这里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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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儿 你们在干什么呢 启奏娘娘 这里不知道何时 有了一个马蜂窝 前些日子 太后散步到此 师父 去那边吗 居然被马蜂遮了 所以太后下旨 让奴才把这个马蜂窝给捅了 母后被马蜂遮了 不要捅啊 不要捅 郑 nation 你 advantages 老师 老师 肃炽 老师 不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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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走 快点 月儿 珍 忍着点啊 我自己来就行了 孙夫人 还是让本宫帮你吧 本宫自小长在边关 知道马蜂蜇人可是最厉害的了 涂上这清风油之后就会好的 王后 你 没事 没折到书节就好 月儿 随我去看看母后吧 今天千万别碰水 明天就会好了 多谢王后 娘娘这么好的人 为何太后会不喜欢她呢 没用的东西 这万一要是遮了世子 你们如何担待得起啊 还好有王后在 帮着孙夫人驱赶马蜂 世子才没有受伤 王后还帮孙夫人上了药 但是王后自己也被马蜂蜇到了 什么 那个韩英珠 王后驾到 让她进来 诺 臣妾给母后请安 听说母后被毒虫遮咬 没什么 那就是被马蜂蜇了一下 母后 蜇得可不轻啊 太医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臣妾带有专制重咬的清风油 母后 请恩准臣妾为母后上药 芸儿 娘娘 你贵为王后 这些还是让下人做吧 臣妾虽是王后 却也是母后的儿媳 儿媳伺候婆婆 是天经地义的事 母后感觉怎么样 嗯 不错 清清凉凉的 不像刚才那般火烧火燎的了 那就好 让哀家看看 这是刚才保护疏解的时候弄的 没事 嬴珠啊 母后 以后要是没什么事 经常到哀家这儿来坐坐 臣妾多谢母后 娘娘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走路的时候像采了棉花一样 芸儿 母后让我经常倒到宫里去坐坐 那至于这么高兴吗 你懂什么 这说明母后已经开始接纳我了 你刚才没听到吗 母后叫我的名字 而不是称我王后了 所以我当然高兴了 娘娘 日久见人心 太后一定会喜欢你的 对 你说得对 日久见人心 给娘娘请安 芸儿姑娘 有人烧东西给你 娘娘 一定是木头 真好 我可以去吗 好 你去吧 那我去啦 走 别闹了 我就知道是你 换别人 胳膊早就折了 一开口就是打呀杀呀的 一点都不斯稳 芸儿 我今天啊给你带了一些好吃的 还有一点胭脂 谢谢你木头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了 因为我们跟太后的关系 得到缓和了 真的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又来了 要是让人看见 又要说我们两个的是非了 谁说是非啊 我每次都这么来去匆匆的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快了 你回去吧 我这就回去啊 对啊 快回去吧 走了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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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走啊 快去啊 傻乎乎的 小心一点 我走了 木头 谢谢 快去啊 娘娘 东吴的水粉 他还挺会疼人的 我都跟木头说了 让他不要买 可他还是要买 芸儿 你喜欢凌峰吗 嗯 喜欢 那你愿意嫁给他吗 娘娘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请陛下赐婚 把你嫁给凌峰怎么样 娘娘 你不要我陪着你了吗 不是 我是不想耽误你吗 我想 现在 娘娘在宫里才刚稳定了一些 所以我要等到以后啊 你给陛下生了王子 帝位得到稳固 到了那个时候 我再出嫁 也就嫁得安心了 我只是怕耽误你 没关系 木头说了 他愿意等我 难为你了 不过你要能嫁给凌峰 那我真是从心底里为你高兴 我去 这么快就入秋了 这风一吹 还真有点凉 娘娘 你冷了 我去取披风 侯爷 你怎么会在御花园呢 我刚跟太傅商议完正事 碰巧经过这里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每天这个时辰 都会来御花园里走走 听说你跟太后的关系缓和了 怎么了 是不是被毒虫钉了 没事 就是被马峰遮了一下 我看看 侯爷 我只是担心你而已 侯爷 这里是王公 请你自重 我怎么了 你是我王嫂 我关心一下不行吗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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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侯爷 你也在啊 侯爷 你快去忙吧 晚一点 我派人给你送些清风油 我没事 已经好了 娘娘 娘娘 我和叶桃 都好好干啊 好好干 好好干 快点 你个贱骨头 你怎么连活都不会干啊 你干 我打 公公饶命 卢菜知道错了 好好干啊 贱骨 救你 哭哭哭 我让你哭啊 你哭啊你 你哭啊你 你给我让个花样出来 让我 瞧瞧你 打不死你我 住手 敬 侯爷 您来了 那他给您请安 侯爷 卢菜已经知道错了 把他的料铐给他打开吧 要不然他怎么大伙 不是 吕侯爷 这小子 手脚不干净 你这儿除了石头 还有什么可偷的 对对对 来人哪 把料铐给去了 诺 诺 是 谢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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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不要总打他了 诺 您安 把刀抬起来 往后你就安心 在这里回过吧 你说你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呢 侯爷 您慢走 谢侯爷 当心脚下都是石头 谢侯爷 什么 胡锋在美人关招兵买马 属下派出去的人 是这么回报的 这是什么意思 那胡锋大张旗鼓地扩军 可奇怪的是 都尉府 大司马衙门 将军府 全都不出事啊 为什么呀 这 如此看来 这里边肯定有事啊 你先下去吧 诺 你所说的都是实情吗 陛下 千真万确呀 胡锋手里掌握着重兵 本来就十分危险 他还擅自扩军 陛下 他可是永家侯的岳父啊 可都尉府 将军府 大司马衙门 御史台 为何都不向孤禀报 陛下 这就更可怕了 他们为什么全部沉默 不作声呢 难道他们都被胡锋收买了 老奴担心哪 不是胡锋收买的他们 那会是谁 你是怀疑仲豪 陛下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此事 不可妄下定论 让姑先好好查证 是 陛下 司徒大人 宝刀未老啊 连剑拔都看不清了 纯属侥幸啊 司徒大人 不知您 有没有听说 胡锋最近在招兵买马 陛下 并非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那胡锋 只不过是遣散了洪顺之前 只拿想不打仗的虎卫军 然后又心争未嫔 仅此而已吗 他身为边将 又是永家侯的岳父 如果他真这么做的话 可是受人仪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